我覺得 雙魚真的是這樣嗎 水象的了 沒錯 其實我用地水火蜂是因為 有陽性星座 有陰性星座 來 其實你要說 有人不走星嗎 但是因為每一個 我們用地水火蜂 陰性星座看似就是屬於 容易走星的 比如說 Jacco 你就是跟我們一樣 是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就是巨蟹 天蝎跟雙魚 我們 一 本身就很容易受傷 二 我們特別聽不見人家講的好話 我們就 這也是我們的個性 好像 對 因為我們會覺得 好 也沒有那麼好 我想要修正我的壞 這是水象星座的通病 然後又可以存很久 你的負能量 如果你不懂得訴苦 自尊心強一點 好身心強一點 這一股能量是會讓你 下一次更好 沒有錯 可是你這個過程都是受傷的 所以像 他終於現在已經是個 帥哥廚師了 可是在他還不是的時候 他每天都很受傷 但是水象星座又有一個好處 他們滿有智慧的 所以如果到未來 你問他 你以前很容易走星 到後來他的皮 你就慢慢開始厚起來 因為他可以理解 這個人為什麼那樣說 那個人為什麼那樣說 你的心態有扭曲 所以我不跟你計較 或者是 你現在說的這個缺點 我自己不覺得 所以他年紀大了 他會慢慢有智慧 然後你再問他 你過去很受傷 受傷什麼呢 他會忘記 因為那個感覺已經不在了 對 所以水象星座早年非常容易走星 而且我們跟水象星座 講難聽話的時候 水象星座臉上 看起來都沒表情 就是都笑笑的 你也不知道你傷到他 他也不會馬上反應 他是概括承受型 所以水象星座自己也要稍微 懂得反應一下 土象剛剛大根就說到一個關鍵字了 我覺得土象走星是因為 所以他就覺得他要夠好 因為土象的人他 為什麼大根非常在意他在演藝事業的表現 他覺得是應該要贏過他的編劇能力才對 是因為 但是演藝是他的努力 土象星座非常努力 然後他用了那麼多力氣在這裡 所以他非常在意 你看到了沒 他非常在意你認同了沒 然後你還不認同 這是他投資最多的地方 這是他最在意的地方 所以他就覺得不甘願 他是屬於還會再加碼的那一種 他不可能在這裡駐守 他也不可能因為你說 你做編劇就好 然後他就去做編劇 不會 他反而會有一種越挫越勇 那我就要弄給你看 而且一定要讓你最後福氣 所以土象的人 他們晚年的收穫都會 他們一定有一個強項 是被他們打磨得非常好的地方 那也是他花最多力氣的地方 那也是他受傷最重的地方 然後最成功 你看你要把一個東西磨得漂漂亮亮 這整個過程是不是一直在磨它 對 所以土象星座就是這樣磨出來的 沒有這個打磨的過程 你們是不存氣 你們就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出來撞一撞 然後難過一下 可是最後發光發熱 收穫的是你們 所以你說火象是陽性星座 那陽性星座難道不走星嗎 不 他們也走星 他付出那麼多 然後我這麼地用心 然後你以為我是為了我自己嗎 那我是為了大家開心 結果人家不領情 人家搞不清楚狀況了 所以他們 真的 沒錯 因為我覺得 他們真的很受不了那個熱 因為火是熱的 就潑冷水 火象星座的人 當你看到他 越來越不天真了 越來越文靜了 越來越懂事一點了 你就知道他 不然的話 他們都是擦擦中心 就是一頭熱 很容易就一頭熱 很容易就 你們喜歡 那我就好多好多地給你們 這樣子 就是慢慢地收成 給該給的 給值得給的 這個是火象星座的成長過程 所以最後是風向代表 雙子 風向就是雙子 天平 水平 我個人覺得 他們越走心越會裝作無所謂 真的 知道真的 我不能往心裡面去 沒錯 沒事 有時候會還很兇悍 你就說 你以為誰在意他 臉很扭曲的時候 表示他非常在意 他只要表現得很冷 就是真的不在意 冷冷的沒有表情 那真的不在意 很侮辱人的那一種 對 所以其實他們是走心的 而且他 不是說現場這樣給你裝作沒事 那回家會垂牆壁好不好 蛤 會打 會甩東西好不好 會 我們會悶悶超級久 對 真的 他們非常抓狂 其實是刮颱風的 這個不能讓任何人看到 這個只有非常非常親近的人 才會看到 走心很正常 對不對 我們刮刮最地都是天真的小孩子 然後慢慢的才會出去外面 種那麼多跟你不同類型的人 對不對 難免這個人不會說話 那個人不懂得你都好 這很正常 但是透過你自己的內心系 然後你也有所成長 這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有所成長 好嗎 好嗎